店雙掌 结果搞得万物其非其掌 很多人就讲说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还是有回得去的 花莲的这家牛肉面店 老板说只要店里面的餐点 价格是什么 尾数是5啦 25 35 下面有25啦 55 85什么的 一律就降5块钱 大分量的面条 加上大把的小白菜 还有好几块厚实的牛肉 最后再淋上一大瓢 超级浓郁的牛肉汤 香噴噴的淡定牛肉面 上桌咯 那是不是这间牛肉面 有啊 好吃啊 仔细看海报上写着淡定淡定 打出尾数逢5的餐点 优惠5块钱 而且老板还说 加汤加面都不加价 可能来一个逆酱操作嘛 对 那有的人可能 说85块很贵 变成80块60块的话 便宜 老板真的很贴心 看到油店双掌 担心客人为了省钱不上门 想到去尾数5的噱头 因为5的咸音是5 5又是一半 讨个吉利 全部归零 多付出没有关系啊 对 我们不要把这种东西 给那个 降到我们这个 消费者身上嘛 对 淡定面 省下5块钱铜板 老板用小小的心意 对抗双掌压力 要把这淡定面的好滋味 持续端到客人面前 中文新闻 六位 陈一玲 华联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